吉安乡扶昌路两侧有高耸的行道树 绿意盎然就像是一条绿色隧道 但由于树木过高 遮住了路灯照明 有许多民众向乡长信箱建议要砍树 那么乡长有树珍和公所团队讨论之后 决定更换较矮的路灯 既可以不用砍树 又能够增加夜间照明 吉安乡扶昌路两侧的行道树 长得又高又大 绿意盎然就像是一条绿色隧道 但也因为树长太高 刚好遮住路灯照明 因此很多民众向乡长信箱建议 要把树砍掉 在此前乡长游淑珍和公所团队严商讨论 决定更换较矮的路灯 来避开路灯被树遮住的状况 在乡长信箱里面 乡亲提到了扶昌路的路数过高 影响了灯的一个照路安全 因此我们的两排的绿色狼道的 这样的灵鹰大道是吉安之美 舍不得将我们的大树来砍除 因此吉安乡公所钢铁团队 在研讨之后创造了多盈的一个建设 就是把我们的路灯降低电感 反而让我们整个大马路的照明 以及整个路数的遮阴 反而完全困境排除以外 更增加了路面的照明设施设备 从昨天的拆除 今天的完成 只有一个晚上没有路灯 所以我们用最近速最快的速度 还给乡亲一个非常亮丽 非常光明的照路安全 原本8米高的路灯换成5米高 灯照的角度也做了调整 让光照幅度可以变大 晚上灯一开 明显可以看到更换前后的照明改善情形 而相公所团队效率也很高 一天拆除旧灯 一天安装新灯 很快的17盏全新路灯都装置完毕 也让扶仓路能够保留绿色路数 又可以有光亮照明 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 建议会竟然相报道 你现在最远的路线 就是很正确的路线 是座horn 不是 对 的路线 我现在 的路线 都是